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 当你按下电源开关的那一瞬间 第一行代码是如何在芯片上运行起来的呢 我们都知道 签误式软件代码是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 烧录在硬件芯片中才能运行 我们所熟知的烧录方式除了物理课施以外 无论是通讯端口的传输 还是调试端口的烧录 多少都是需要驱动程序作为支持 所以说是程序烧录的程序 软件其中的软件 这听起来就像是我们骑着自己的鞋带 把自己给拎了起来 靴子 接下来就是Loader 这就是Bootstrap Loader最初的命运来源 我们也常简称它为Bootloader 所以也由中文翻译为字句 那么最初的软件是怎么烧录进去运行起来的呢 Bootloader是芯片中最初运行代码吗 其实几乎每一块刚出厂的控制芯片 都在其内部飞翼式层出器ROM中 烧录了属于它最基础的软件 CPU搬运并运行第一条代码的默认位置 就在ROM的地址空间中 所以一切的起始其实是硬件 以X56架构的笔组8086为例 按下开关的一瞬间 芯片的Reset的引脚接受到了电瓶跳变 在一连串电路的作用下 代码断集团器和指令指针集团器 分别恢复成0XFFFF和0X0000 它们组化二层的20位长度地址 正好对应于ROM存放第一条代码的位置 之后取出这里的指令再次跳转到别处去 而ARM加工的芯片也是类似的过程 对于32位的ARM芯片 上电后PC指针集团器直接复为直0地址 随后从中段项量表表头的Reset项量处 获取下一步跳转的地址 这时候的代码已经是以二进制的形式存储 处理器直接把它搬运到自称的缓存中运行 有了这第一部分运行起来的代码 却能够跳转到存放有更多更复杂代码的地址 执行一些硬件字简、触手画、提供基础的数数支持 之后还能把更多的程序以及操作系统 从外部的存储空间夹载到内部 代码就这样以一种接力的方式流转了起来 所以我们把出厂就写在ROM里 负责启动后续用户软件的软件 称为BOOT ROM或者是ROM Code 虽然现在已经不会有严格意义上的尺度存储器 来存放这部分程序 但至少ROM是一块掉链不一湿的存储设备 现在都是使用E方或是No Flash 且往往我们也没有权限去修改它 不然改错变砖芯片就真的没药可知了 不过BOOT ROM对于我们而言也不是完全的黑合 大部分芯片都会有外部启动配置引脚 通常是以波马开关的形式 复位后的一段时间内 BOOT ROM会把引脚采接到的高低电瓶组合存储起来 作为后续动作和启动设备的选择依据 对于PC而言BOOT ROM对应的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BIOS 它同样留有启动配置的途径 而且提供了交互界面 用于配置部分功能和选择后续的引导设备 那么除了芯片自带的BOOT ROM 我们可能还需要再给自己实际的应用程序 写一个二次引导代码 或者更多层的引导代码 用作操作系统 文件系统的加载 以及后续程序的刷新 也就是常说的再应用编程 IAP等需要 当我们在说BOOT ROM的时 我们指的其实也大多数是这样的二次引导代码 那么有了解过的朋友可能就会有疑问 上面的这些事好像大部分芯片的BOOT ROM 它也能做呀 那么还需要BOOT ROM做什么呢 其实原因就在于BOOT ROM实现的功能和配置方法不够灵活 且不一定有你想要实现的功能 而用作二次引导的BOOT ROM是开发人员可以完全控制的引导代码 你可能希望你在上内启动后 跳转OS之前 或者是在检查代码更新请求的阶段 已经有一部分基础软件是可用的 那么就需要自己编写BOOT ROM来实现 举个例子 以汽车上的自家控制器而言 为它设计的BOOT ROM就需要提供符合UDS统一诊断服务 标准的看诊断服务和刷新服务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在另外的BOOT ROM中把这些工作给做掉 而不能指望芯片自身的BOOT ROM 在设计BOOT ROM时 MCU的引导步骤便开始和嵌入式Linux或PC有所不同 这一定程度上也与不同芯片架构所采用的存储方案有关 先来说MCU 与SOC相比 MCU的主要特征是单核或多核同构的微处理器 主频一般不超过1GHz 一般没有MMU内存管理单元 通常最多只能运行RTOS实施操作系统 常见的MCU多集于ARM的Cortex-M和Cortex-R系列内核 Inflin自由的Tricle内核 TI自由的C28系列内核等等 MCU下程序运行的主要介质基本都是No Flash 因为它和RAM一样有分离的地址线和数据线 并且可以以字节长度精确寻止 所以No Flash中的程序是不需要拷贝到RAM中去运行的 以Inflin加的TC27系列MCU为例 它上见后的默认取得位置是8FF8000 这就是它的Bootroom在No Flash中的地址 并且这块Bootroom封为Startup Software 简称SSW Bootstrap Loader 也就是厂商提供的系统Bootloader 和Test firmware三个部分 SSW是每次上店必须要运行的 它会根据写在Program Flash PF0地址的前32byte中的配置字 来决定SSW智新玩的跳转地址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合适的跳转地址 比如8000 0020 放上自己写的Bootloader 也可以选择不跳转 运行厂家提供的系统Bootloader 来实现对外部代码的接收 不管你用不用它 还是那句老话 我们没有权限对这片Flash地址进行修改 不同MCU芯片的启动形式又都不尽相同 比如采用Cortex-M内核的STM32系列MCU 如前面所说 启动时会固定跳转到0地址处 它可以选择把System Boot 也就是ARM中的Bootloader的地址 EFFF0000映射到0地址处 也可以选择把存放用户代码的Internal Flash 或RAM的地址映射到这里 这些选择都是通过两个外部引脚的电瓶配比来实现的 而你自己写的Bootloader就应该放在Internal Flash的侵入处 并且把它映射到0地址 MCU下的Bootloader主要需要完成的事情有 第一,关闭CAMING GO 初始化中段和CHOP限量表 进行时钟和外设初始化 让芯片正常运行起来 第二,提供CAN,UART,以太网等用于通讯功能的驱动 能够接收外部数据的传输请求 第三,提供Flash的读写和擦出驱动 设计服务来对通讯端口接收到的更新代码 进行校验、存储以及跳转操作系统和后续应用程序代码 第四,如果有必要 还会开发一些基础的诊断服务 串口交互程序等等 那么运行嵌入式Linux的SoC和PC的这一过程有何不同呢 还是先看存储方案 运行嵌入式Linux的SoC 一般将它的操作系统、文件系统和它的应用程序放在NetFlash中 处理器运行代码前 需要先将代码从Net搬运到SRAM中 相比MCU多了一道步骤 PC的存储方案与类似 Net一般换作机器硬盘或者同样属于Net的固态硬盘一类 所以对于SoC的Boot ROM和PC的BIOS来言 他们结束运行前的最终任务是将某些代码从NetFlash搬运到内部SRAM中 临此前转移的重要内容就是Bootloader 而一般SoC的Bootloader又分为SPL、Secondary Program Loader和Uboot两个阶段 SPL的Secondary就是相对于Boot ROM而言 它就像是接力赛中的第二棒选手 那么首先被搬运到内部SRAM中的SPL 会初始化更大的外部的DRAM 再负责把Uboot搬运至外部的RAM中去运行 这就完成了它第二棒的交接 而Uboot作为第三棒选手 他开始运行它的初始化程序 之后再根据系统环境变量 将OS内核搬运到外部RAM中去运行 完成它这一棒的交接 同样的OS再去完成更文件系统的加载 这后面就不用我说了吧 就套啊就等了 OK总结来看 虽然对不同的芯片架构 在不同的芯片手册中 可能会对这几个阶段的引导代码有着不同的生法和应用方式 但芯片的系统基本都逃不过这三层的引导结构 第一层就是芯片出厂自带的Boot ROM层 由于硬件字简部分的初始化加载Bootloader 提供外部配置引脚 第二层就是我们自己写的Bootloader层 可以通过它返回外部RAM NetFlash等更多的存储设备 初始化时钟通讯等 接收存储以及跳转代码 第三层就是我们常见的APP层 它包含操作系统文件系统 用户应用程序等可以方便被更新的代码 OK 那么我们对Bootloader的解读就到这里 如果你还有任何疑问 欢迎给我留言一起讨论交流 为了做这样一期和正常嵌入式科普 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的视频 它耗费了我淡量的业余时间 但如果这些付出能够帮助大家节省更多的时间 那么一切都是值得的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